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对对方的这个英雄池的研究也是比较深了 不过比较热门的像这个 我感觉右边班的还挺比赛的那种感觉 像这个卡米尔现在作为T1的上班 以及包括这个加利奥 现在在作为一个又能重新回到AP加利奥的 这样一个英雄的话 其实还是很全能的 因为他可以搭的英雄很多 像以前的加利奥皇子体系现在也能玩 然后还配合像其他的各种开团英雄那种打野英雄都可以玩 看到这个红色帮的三班是给了日女 这边一楼选择的安妮不知道是去选择做辅助 还是是作为一个中单来选择 可以进行一个摇摆 其实安妮现在我个人感觉 因为毕竟这个版本的增 这个版本的改动对我的 我的个人理解是对于这个一部分的AP 走下路辅助的觉得其实有一定帮助的 因为我们知道安妮这个版本改了之后 它的意义虽然不在减伤 但它能够提供额外40%应该是40%AP的这个护盾 而且这个可以对八百范围内的这个友群使用 也就是说安妮作为一个辅助来说 现在是完全可以登场的 并且它有这个一护盾 它仍然有这个伤害的反弹效果 那如果说对面选一个类似人马这样 刚要说这个红色帮就直接选了人马 那如果说这个人马直接冲安妮的话 那安妮这个护盾存在下 其实反弹效果是非常强的 嗯 没有错 这边选择除了安妮外 还选择的也是新英雄啊 Cerafin 那上一局我们看到Cerafin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那这一局的话 安妮和Cerafin合在一起的护盾 或许可以保住一个非常强大的AD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AD会选过什么位置 什么英雄 看一下这个安妮跟Cerafin哪一个英雄是走中吧 因为这两个英雄目前为止都是 中斧都是可以摇摆位 哦 这边看到红色帮的最后准 诶 诶 诶 有人退了 我们稍等一下啊 啊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边 应该是掉线之类的 我们来选一下 按照规则的话 这边如果是掉线 可能是两边需要保持原有的半选 然后继续选选人 好的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准备的准备的准备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准备的准备的准备的准备 好的 欢迎回来 这边是应该是客户端直接bug了 我们看到这个 我这边还是可以显示他们之前选择的英雄的 我不知道公民那边能看到吗 对 这边也是我看到这样的 因为我这边在这个外面 后端的bug 他会留下之前选的痕迹 啊 是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 红色帮最后一选量出来的是卡萨丁 这个已经出现了的英雄 是不可以再改变的了 所以说 红色帮这边的第三个位置 选择的应该是卡萨丁 但选择卡萨丁 其实综合来的并不是很差 卡萨丁配合赛纳这样的一个组合 在后期具有非常大的威胁 而且在面对护盾系英雄的话 他们也有足够的伤害去 在后期团战进行补充 是的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毕竟 蓝色帮下路的这个 下路双人组还没有选出来 这一手卡萨丁有这个突进 并且有这个后期续航的这个一个存在下 其实就是逼着你蓝色帮下路去选一个 这个生存能力比较高的 或者说辅助去补一手坦克 或者是上单去补一手坦克 那看一下这边蓝色帮下路 要怎么样去选择 这边还是 现在是一选 所以还是按照之前的BP机器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这个班位是保持不变的啊 哎 这个红色帮二选应该是人马是没有办法改动了 那我们之前显示的是人马 其实谈一下寡妇这个位置 是什么意思 在先有人马的情况下 选择寡妇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寡妇前选择 那在河道蟹的争夺上的话 人马会有绝对的优势在前期 那怎样让寡妇度过这个前期 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战略呢 嗯 那其实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版本 要打架都会集中在中下 这个包括小龙康这个位置啊 进行了这个小规模团战 那看还是看一下 因为毕竟现在蓝色帮的下路还没有亮出来 所以说如果真想让寡妇能安全度过这个前期的话 就六级之前的话 那其实下路是没有办法去打很激进的 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红色方的这个 最后第二轮的这个班人啊 是选择搬掉了一个卢仙 上一把是中单卢仙 打Serafin 但是我们因为直播的技术问题啊 就是没有对为大家进行一个直播 那么我们之后会 对那一场比赛进行一个录播 并且后续配上解说来发布到我们的 Twitch平台上 好的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半选 这边第二轮半选 在红色方选择半掉前期比较强势的AD英雄 像卢仙和贾娜这一类英雄 而很有意思的是蓝方这边选择半掉的天使 不知道他最后一位会半什么 天使不知道是对上代有什么考虑 感觉应该是考虑到选手英雄齿斑的这一手天使 因为天使本身在这个赛场上就不算常见 像天使 欧甲可这都不是现在比赛场上的主流上单 这边红色方式选择下路直接 我要跟你打架了 下路锁一手这个泰坦 我知道你寡妇前期弱 那我这个先给你打架 我看你怎么应对 泰坦在盲选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选择 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选择 选择第一种泰坦还是天对你这个 对因为你不管安妮还是贾娜这两个英雄走下路 其实还是前期挺怕被开的 对吧你前期就是还没有完全发挥起来装备还不足的情况下 你前期一旦被开到一套秒掉的话 其实不是很难 因为打野现在还没有办法快速的支援 好这边 但是伊泽这个英雄整体来说怎么说呢 我感觉像红色方有泰坦的存在下 其实伊泽作为一个发育点 然后安妮跟Sarafin这两个都是先需要至少有一件这个第一件装备的支撑下 才能够进行打团 我不知道这个伊泽他能不能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输出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这个这个阵容的输出能不能起来 因为真的要到考虑到中期的话 其实输出是要靠这个寡夫以及这个不知道是安妮还是Sarafin谁打中啊 应该是中野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输出体系 嗯感觉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安妮和Sarafin两个英雄会游走和打一些小型团战 把伊泽放在下路单人发育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路选择了一个诺手啊 那在中期如果要选诺手的话 需要在中期打出一定的优势 然后进行拿龙去扩大自己的优势才能拿到胜利 所以应该是蓝方会围绕上路的 而相比红方呢还是选择一个比较传统的中下C的一个阵容 嗯会围绕中下进行一些小型的会战 嗯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比赛也是进入到了三分钟的loading画面啊 但是比赛可以先暂停放一下 那么我们要来感谢一下我们的金主爸爸们啊 我们首先要感谢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西伯利亚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西伯利亚作为中国电竞游戏耳机的领导品牌 一直秉承着极客极致极酷的极文化 为玩家创造更好的产品啊 成为众多职业战队职业选手和专业电竞联赛的这个首选游戏耳机 感谢珍西国际暑期学校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珍西国际暑期学校是9年来备受留学生喜爱追捧的老牌属校 珍西合作的大学在中国各地南楼开设了北美的本科课程 北美教授来话带你KO杀手课五周修完三文课 那学分轻松转学费省一半还能提早一年毕业 课后还有超丰富的线上和线下交友活动 文能画画陶艺烘培做工艺 武能嗨趴电竞打球逛密室 来珍西边玩边修学分吧 感谢雷神加速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雷神加速器解决了用户在游戏中的各类网络问题 高效降低了延迟远离丢包 雷神加速器内有外服游戏高速下载通道 银行级专线按分钟计费随时可以暂停加速市场 一次购买相当于长久使用 感谢电子化学业管家新引力学院 汇集全球Top50名校导师 在线一对一双语教学 专业团队为你的GPA保驾护航 感谢新航道广州学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新航道广州学校专注于雅思、托福、SAT、GMAT GRE、ACT、ALEVEL等出国英语培训考试 英语高能高分就上新航道 王者车队KL升学发掘亮点助力未来 感谢景南留学对本次比赛的支持 景南留学深耕美国留学申请 帮助无数同学进入到了梦校 规划你的学业 闪现不浪墙 梦校帮你插眼 让你轻松TP 感谢以上金主爸爸们的支持 谢谢 好嘞 那我们还有一分钟进入这边的比赛 刚才聊了蓝方的战队的选择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红方这边 其实红方可能还是更注重于后期的打法 我们可以看到有船长有卡斯丁还有塞纳 那如何在前期度过对面一个前中期的强势的点 其实是他们可能战术需要focus的一个核心的点 我们来压个宝吧 莫明你这把觉得你赌哪边能赢 我赌蓝方 因为毕竟现在都是滚雪球的年代嘛 对吧 是的 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来赌一手红方的阵容吧 其实整体的这个阵容分析下来 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啊 这一把很好看的是像刚才莫明之前也提到 就是上单这个点 因为我们知道船长这个英雄选出来 就算是前期能够滚起雪球来压制 就是这个优势能够进行到一个碾压的这个程度的话 但其实如果说个人如果玩的水平不够 或者说个人熟练度不够的话 其实这个英雄也很难去carry 因为像到后期只要说如果说蓝色方这边 有选手对船长这个英雄比较了解的话 那前期能够这个能抓住巧妙的时期 去点掉这个船长的桶子的话 其实船长是非常难说的这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上单是怎么样去较量的 这把画面好像又显示不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稍等 是的我这边应该是我个人电脑上已经是进入到楼顶画面 我们上一把是这个已经说过 Serafin这个英雄 既然作为一个新英雄的登场 其实对于他的基石天赋的选择 是争议比较多的 那我们看到这一把这个选手是选择带了会星 傅希是带了黄色 可以我是傅希喜欢带黄色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带这个冰川增幅那一套的话 这边画面已经恢复了 我们看到Serafin上一把呢 他是选择带了艾黎 可能对护盾有一些加成方面的 可能会打得更多的 那这把带了会星我们可以看到一局更具音信的Serafin 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让主播来调整一下积分版的这个对位积分 然后我们这个比赛是选择的 选择直接进入到了游戏画面 双方红色方看起来 这个走位像是一次排开的散点站位法 蓝色方应该也是 Serafin这边是选择中单 那安妮就是辅助 双方很和平啊 没有人想动手 啊 红色方这边打出这个草丛视野了 想占据一下 这边要选择早早的落30秒的眼吗 啊OK这边是选择直接开扫描 发现了 可以亮出大拇指 看 看 其实双方如果太坦不动的话 前期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巨大的变革 嗯 不过人马这个是选择先带了扫描是想扫描然后回家换眼吗 是这样一套操作吗 其实 嗯 我不知道莫名你对于打野位了不了解啊 因为我是打VD的 所以就是说 呃 其实我个人如果我是打野的话 我可能不太会真的去选择 呃 前期眼换嗓描这种打法 因为我觉得 除非你是真的要去入侵 你打那种二级入侵流 二三级入侵流的那种打野 你说回家换个扫描可以 但大部分呢 有一些呃 打野特别喜欢 这一套啊 就是眼换扫描 感觉没啥用 哎是 中路卡萨丁是率先到达了二级 还有意思是 现在 卡萨丁居然是推向 作为卧室的一方 推向他一方 那可能会有一定的 诶 卡萨丁也是早早的 在这个 蓝色方的 红草这个位置啊 现在是做了一个视野 但其实 呃 毕竟蓝色方的打野是个寡 就前期 你再怎么防 也没啥用 对 其实红方要针对寡妇的话 他在前六级前对寡妇的位置 这边看到卡斯丁在对两边放了一眼 可能也对准备了 对应该这一个眼睛应该是想要侦察寡妇的这个视野为章 看到这个双方的打野目前为止都还是主刷流 好像人马悄悄的来到了下路 发现下回到的核心还没有刷 想来看看 这边人马是被我们看到地图上 蓝色方是侦察到了人马的位置 下路双人组 这个核心被抢到了 人马这个位置想从后面绕 但是这是一个闪现屏 接上这个直接定管 你让你叫什么闪现 这是人马追上 上上点燃 有没有机会再下一个屏 直接收到人头 这个核心被抢到了 这个核心被抢到了 这一波 太坦开得很果断 配合也很好 我刚刚想说人马那个位置 其实已经被蓝色方侦察到了 毕竟这个红色方的下路也是双控组合 毕竟你控制多了很难 尽力打架 我是不需的 这边可以看到 Serafin在对线上 并且有可能压着卡星 所以可能还得卡星压了一下 可能是选手的问题 或者Serafin对线并不太强 我感觉Serafin如果选择对线的话 打中路一定要带冰川中火 或者是电刑 但其实我们从卡塔丁这个选手 他直接是裸的杀人界出门 应该可以看出这个选手 是对自己卡塔丁这个英雄很自信的 那在现场应该是有点东西 但我们镜头并没有及时的捕捉到 第一条小龙是直接拿掉了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但人马赶过来 这一波会不会留下一个人啊 太大想多挖挖挖 会直接交到闪现 还逼了一个红方的TP 这艾尼布打算走了呀 这TP应该是想让人口 哎 哎 赚了 这边也是船长大远 而且没注意到落水到6了 这个船长感觉其实一直打得很小心啊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兵线一直是锁在塔下的 就防 包括刀前期侦查到了寡方的位置 但寡方这个时候血液非常的残 有没有机会 这边是直接 萨布开出了大招 魅惑到两罐一 又是碰到人马 人马 哇 可以 但是还是转大了 人马前期伤害还是高的 这个卡扎迪想C 太想C了 直接是选择闪现K掉这个头 那他这不舒服了呀 这卡扎迪的发力太舒服了呀 直接四层杀人界叠起来 嗯 不过有一点的确实可以注意 就是蓝方这边是没有能很有效限制到卡扎迪 没有卡扎迪去保护 没有像布隆这种 稳定的攻击 对 对 就像赛前我们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说这个卡扎迪这个点选快 其实就是逼着你下路或者是上路去选一个坛 但是上路最后捕着一手落手 这就对用手这个 其实对用手这个线的话 其实是发挥要求很高的 哎 这尝试一个 不过我们的拨道 那寡妇现在已经来到下路了 寡妇已经到达了6级 下路双人组应该还没有察觉到 OK 想要往后退 哦 这时候他太打还没溜 应该需要交代了 下一个 后来它就跟它被拨打了 最后有机会把船长现在这个时间段包括这个等级一点的话 其实诺手打船长的话 其实船长还是不太吃香啊 因为毕竟这个船长现在就是已经是丧失掉一个人头啊 但是兵线一直控在自己的塔下还不错 想等一波这个人马 但是人马好像一直想围绕着下主打 刚来说船长在三级之前 从诺手那儿逃不到便宜 船长在团杖以后才会有人逃过来 但是诺手 但是船长一直在压刀 他只要能稳住发育不再死 上一次可能紧张了 想要闪现 但也没什么办法 你前期我就是打不过诺手 这很正常 被诺手打出旋怒 是的 而且红色帮的支援其实是比较快的 因为毕竟船长有体皮 诺手没有体皮 而且船长还有一个大招的阻担 像这个点的话 其实诺手如此强势 蓝色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个机会去拿到杀手上 先来看这个 人马察觉到了 但是这个位置没有视野 而且 诶 这个时候寡货回城了 人马来上路 这个位置也没有视野 能不能尝试抓一波 有没有机会 小龙一赛 接下来就要刷新了 这一波看下来的话 团战还是蓝方 但小龙一赛 卡兵 已经拿了两人头 但是他目前还没有时光罩 所以应该还没有就足够的打团威胁 这一波小龙一赛 下路是有限权的 看一下人马的抉择 呃 小龙马上要刷新 但是寡货还是选择 先去上野区 但是上野区目前为止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刷的 嗯 本来是想拿小龙的方向 我们看下 嗯 寡货这个意思应该是想要拿这个 知道自己上路有限权 诶 寡货这个位置想要来中路 能不能打断 卡萨迪的回城 打断了 直接是交易 但是打出自己的电行 好像追不上一样 但是魅惑到了 这一波还可以 这波Safari 没想跟 感觉 感觉 应该是对我们刚勾填的时候 是的 应该是勾过失误了 伤害没有 对 他也感觉好像是杀猫 他也感觉好像是杀猫 主要是人马这个点现在有点太肥了 啊 随便选的是直接想先开团 但是开团这个位置能够双重控 基本上追不上了 而且伊杰现在没有伤害 如果安妮能宣布 如果安妮能宣布控制上 兴起有大招的嘛 如果先手控制上的话 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 这目前比赛看到现在来说 我的感受就是 这个寡婚特别想为队友做点 团队做点什么事 但每次他上的都很着急 而队友都没有跟上 刚才中度那一波很可惜 其实我很杀的那个点 就是他反对 主要是赛前在阵容分析的点来说 像特别在这个时间段 原本应该作为蓝色方的输出点的寡婚 没有起来 就他现在的这个输出还不够 而且包括寡婚和落手也好 或者寡婚和小玩也好 这个体系没有打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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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的痛恨在这种疑惑 他不仅是他伤害在队伍上 在队伍上的最好 这些的犯下来打到一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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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边刚刚看到了 寡妇上了 这祸到能杀吗 寡妇有大 但是没有到斩杀线啊 这一波 这一波侠虎先放的争夺 双方 这是一波3v3 但是船长这个时候是有大招的 直接是开大劝退 这个位置还是先底了 直接是被套大 还拿到了一些头 但是应该也难逃了这一波团战 那这一波 吃的 这波打的这波1换3 可以基本变定了红方 在那里面的游戏 红方如果能顺利度过中期 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 那基本这一波 基本上的盖度就会大了 只要 怎么说呢 只要这个 卡萨丁这个点啊 还有人塔这个点 他们 不出什么太浪的操作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两个点发育太好了 而且下一波 下一波这个 太坦还有一个秒表没有被消耗掉啊 满侧方感觉现在特别迫切的 希望这个1技能赶紧把伤害打出来 但是这个魔宗的叠出来的话 还得有一段时间 而且基本上叠出来的时候 卡萨丁已经可以吊他了 这就是ADC吗 现在小龙马上就要杀戏 这边马上fix一下 稍稍等一些 无论 这边紧到甚至 这边在windowscapture上显示的是没有问题 目前卡出现了 这是什么招文宽在里面 已经不收到解说了,已经打完了 没了 主要是这个时间段的伤害差异 这个蓝色光已经不足以来支撑 这一拨小规模团战了 就即便有斯尔阿肯这种 这种小规模团战无敌的英雄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 你第一泰坦有个秒表 现在已经消耗掉了 第二是这个塔坦的验人法 这两个点太肥了 船长这一波还混了几个助攻 现在蓝色光真的如果说有什么希望的话 感觉要么你一阶赶紧发育起来 要么然这个寡婚能拿一波 就把他这个善人界线叠下来 主要是现在蓝色光没有伤害 而且前排也不够肉扛不住 不太好去应战 而且现在卡萨丁这个点 你基本上不去两到三个人 基本上是限制不住他的 可能两个人都要被反杀 对而且蓝色光 中路斯拉丁中路斯拉丁 来帮助队友渡过中期 而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 让这个队伍非常难打出他的效果 主要是原本中路的对决 像打散尔神这种一个首长英雄 而且也有回复的这样一个英雄 去打卡萨林其实应该是压制的 现在如果戴一个变化僧伏的话 平A加上E是稳定控 按理说应该是压制效果 这波是一波四包二 应该是要 这弱手好难受 然后现在红色光 我知道你可能有什么翻盘点的话 就是单抓 但是你第一抓不死我 第二我就不给你单单 直接是一个大招 E就融化掉了 这小二费也没有办法 那是天使都还没有走出来 这招是天使 但是前期的这个寡的几波Gunk应该是跟队友没有协调好 有几波Gunk应该是稳杀的 但是就是刚才起脚失败了 这个卡萨根赏金已经是700块 现在总下来了20分钟了 双方的清晰差我已经算不过来了 我看一下这个EC这个 还没有跌出来的 快了634均的魔踪 这个装备跟 这个装备就出的我感觉意义不太大吧 你前期没压住 你后期再出的装备没法用 主要是我觉得他这个天赋带的有点问题 主要是我觉得他这个天赋带的有点问题 是的 是的 这跟寡妇直接被逼着交出大招 但是 卡萨帝有最近的力啊 哎 太难受了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念一些主要纪念他吧 先循环播放 播放点 放点歌什么的 大悲愁 大悲愁 只能说这是给 蓝色帮一点点传戏机会吧 哇 这一个 旋路没有劈死了 应该诺手 可惜没有击手 应该是有机会追死船长 船长这边被迫交了闪现 回城之后还是有TP去支援下一波龙团的 所以对 对 感觉这一团前期其实落手打得挺好有优势的 原本他是一个有机会的一条线 就可以C的一条线 但是感觉没有得到帮助 哎 是的 这也没有机会啊 我们机会秒掉 哎呦 刚到斩上线 那这一波卡在那边收割了呀 这就是 这就是ADC吗 好 这一波是蓝色帮选择了红墙 恭喜红色帮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给VLUJVT拿到胜利 那在VLUJVT拿到胜利以后 让我们来感谢一下金主爸爸们 感谢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 西伯利亚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西伯利亚作为中国电竞游戏耳机的领导品牌 一直秉承着极客极致极酷的极文化 为玩家创作更好的产品 成为众多职业战队职业选手和专业电竞赛事的首选游戏耳机 西伯利亚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极客极致极酷 一群狂热的执着的 以创新不迁就不妥协 爱钻研注重游戏体验的极客 努力为用户打造最舒适的产品 感谢JNC国际暑期学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JNC国际暑期学校是9年来备受留学生喜爱追捕的老牌属校 JNC合作大学在中国各地开设北美本科课程 北美教授来华代理KO杀手课 五周修完三门课 学分轻松转学费省一年 还能提早一年毕业 课后超丰富的线上线下交友活动 文文画画 陶艺 封背 做工艺 文文嗨趴 电竞 打球 逛密室 来JNC编完编修学分吧 JNC国际暑期学校学分项目 超过300所北美大学认可 来JNC修北美学分 早毕业 审学费 好的 那么感谢以上的金主爸爸 那么我们关注朋友们不要走开 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将会有下一场的这个直播 也是BOE的直播 我们稍事休息 你们等下再见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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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 我们的小组赛 这一场是北韩鸿蒙车 对LM2列马人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BP阶段 我是杰叔莫名 大家好我是杰叔姜旭 然后这个直接进入到 紧张次于的BP环节 这边是哪边是最后一局的 来着生死局 我记得刚才在宫铁上 好像有一个队伍是红色方吗 说什么是生死局 这一把感觉要拼尽全力了 我们直接看到蓝色方 这边是选择搬掉了 这个搬应该是针对英雄持的搬 因为现在都不太主流的 能看到上单出现出手麻 还有莫甘娜 新英雄给搬了 对因为其实这么多新英雄选下来 我都没有看到一个新英雄的天赋 是比较主流的天赋 对吧 这边看到了 蓝色方锁定了比较OK的 现在的Samiro 她的兑现能力还是非常强 包括后期的carry能力都是有的 是非常强的 是英雄的 Samiro从刚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是下路的变态热门英雄 虽然这个版本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基础伤害 以及她的这个乌抗的一个小削弱 但几乎是没有了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英雄其实太怕CC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红色方是选择 就是非常果断的选择了一个下路双控的 这个下路组合 直接选择一个泰坦 配上Samiro 那她的线上对线要求就会非常的猛 因为两边的两个英雄组合都是非常具有进攻性的 那再配合一个圣 看得出来蓝方这边是非常多下路的配合 感觉这一手圣选出来 这个蓝色方可能要打这个保下路的这个体系了 因为本身Samiro能不能冲进去 能快速把自己的技能叠到S 然后释放大招的话 其实是很需要一个护盾加持的 因为在这个比赛场上应该她不太说 选择戴一手护盾或者是进化这样的召唤式技能 大部分还是治疗为主 所以说这一手圣选出来 其实还是感觉应该是要保这个Samiro打了 那么看一下第二轮的班人 红色方是选择搬掉了Zoe 这个应该也是针对英雄池来进行搬的 目前Zoe的这个在比赛场上的上场率也不高 对那这边配上奥恩 我们不知道他中单和打野可以有更多的材料 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红方这边的选择 看一下蓝色方应该也是针对英雄池搬的 真的是搬掉一个鞋子 这都好非主流的这个班人啊看一下 这边其实留给 留给蓝色方的 我们看一下蓝色方的上下两路都是上单是坦下单是下路是直接选择是 那AD位的话那中单其实可以补一个AP位的 现在比较OP的中单AP像前期爆发比较高的像什么小鱼人啊 蓝色拉对吧这个蛇女都不错 像杂克呀雪人呀还有什么木木啊这一系列的这个 大范围控制的这种大业来说的话其实出妹不是很吃香 那这个应该也是根据选手的英雄池来进行一个班或者是啊 是不是想要黄一手这个红色胖的双极地组合 这都多少下头啊还说什么意思 又一个又一个下棋下风落的 下棋下风落的孩子这里有一个啊 大家看好了 带住了带住了前小子 红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打野神是非常擅长坦克类型的打野神的一个选手 我们可以看到扮了两手坦克过后拿自己的九筒这样的一个英雄 九筒可以打爆发可以打控制 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位选手怎么发挥 而蓝方这边的四五手选择人马和尼可人马总体来说版本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轻也快打架也不落 而尼可这边应该更多是根据选手自身的一个熟练度了 那这边蓝四方选完人我们可以看到手机是比较短的 所以具体怎么去开团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 而红方这边呢大多数都是团战型英雄 团战可能会出现那种团战美如化的场景啊 这一局可以期待一下 这把给我的感觉是蓝色方阵容是 就是想我就想冲你脸了 我就是不给你搞那些有的没的 我就是冲你脸了 这几个几个英雄选下来都是为了就是要冲你脸 但是爱是的 但是红色方这个阵容其实我不怕的 这个红色方阵容打反手很厉害的 你有看到这个有艾西啊 还有洛这一手保护 还有这个基本都是反手比较强的英雄 主要说真开团的话 我个人这一把比较偏向于红色方整体这个阵容了吧 那我们现在比赛也是来到了三分钟的楼顶画面啊 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军主爸爸们 我们首先要感谢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 西伯利亚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西伯利亚作为中国电竞游戏耳机的领导品牌 一直秉承着极客极致极酷的极文化 为玩家创造了更好的产品 也成为了众多职业战队 职业选手和专业电竞赛事的首选游戏耳机 那同时也要感谢真心国际暑期学校 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真心国际暑期学校 是9年来备受留学生喜爱追捧的老牌属校 真心合作大学在中国各地开设北美本科课程 北美教授来华带你KO杀手课 五周修完三本课 学分轻松转学费省一半 还能提早一年毕业 那课后还有超丰富的线上和线下交友活动 文能画画 陶艺 烘培 做工艺 武能嗨趴 电竞 打球 逛逆室 来真心边玩边修学分吧 感谢雷神加速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雷神加速器解决用户在游戏中的各类网络问题 高效降低延迟 远离丢包 雷神加速器内有外服游戏高速下载通道 银行级专线按分钟击费 随时可暂停加速市场 一次购买相当于长久使用 感谢定制化学业管家新引力 汇集了全球Top50的名校导师 在线一对一双语教学 专业团队为你的GPA保驾护航 感谢新航道广州学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新航道广州学校专注于雅思 托福 SAT GMAT GRE ACT ALEVEL等出国英语培训考试 英语的高能高分就上新航道 王者车队KL升学发掘亮点助力未来 感谢景南留学对本次比赛的支持 景南留学深耕美国留学申请 帮助无数同学进入梦校 规划你的学业闪现不撞墙 梦校帮你插眼 让你轻松TP 感谢以上的金主爸爸们 谢谢 金主爸爸们还是很重要的汉 是的 那么回到比赛来继续分析一下双语的这个阵容 那刚才我已经把宝压在红方的这个阵容身上 其实红方这个阵容真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弱 那莫名你觉得呢 这次我觉得我也不得不压红方了呀 但是我觉得我压哪方哪方出 我是不是应该压蓝方呢 我就给你再对赌一把吧 如果我这次红方 我是不是应该要送观众皮肤了呢 这先给我把这个上一把的皮肤结算一下好吧 可以可以要啥要啥 你说观众说吧 观众说要啥我送啥好吧 可以但其实也未必 因为毕竟像这个红色方 虽然啊我个人感觉阵容不错 有先手有开团有后手 但其实整体来说在伤害上的话 其实还是蓝色帮更占一点优势 因为Niko本身这个英雄 他打中单是不怎么输线的这样的一个英雄 如果说真瓜的话 那也是带冰川增幅那一套的瓜 但其实他本身就是用来打一个团控就可以了 这个蓝色帮的输出点 主要在看下路这个Samiya这个点呢 不能发育起来 那这把我觉得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小小的期待一下吧 大家希望这次画面不会卡 你卡了吗 大家记得跟我说应该没卡目前来说 哦没卡了 可以 OK 其实这么出来 其实手短的这种一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要围绕着打 就是他们的召唤师技能 所以要看蓝方如何有效地运用召唤师技能 来给他们打开他们所需要的局面 那可能是这局另一个看点 那看一下双方的即时天赋的选择 其实都还是蛮常规的 看到像之前我们解说那几场那个Serafin的那个天赋 那么奇怪的这种戴法 我们看基本上双方都是很常规的 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戴法 值得一提的是艾希现在还是傅希戴蓝色的天赋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戴红色的 因为我觉得太刮了 就我是喜欢黄色配红色 就暴力输出 就走那个金克斯那一套 你懂吧 就不是常规的那个像是挫败呀 或者是西安刀那一套 我特别喜欢 对我就特别喜欢整那种前妻跟你能打架打起来 是的 是的 我不要当助手 拒绝当喊兵助手 喊兵助手 这边我们看到上路圣和奥文是在三角草相遇了 来 状态猛男子这样 这个肯定砍不过身啊 啊 萨米尔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这边是侦查到了一个红色方早早的 河道视野 那前期双方都没有说厉害的一集团英雄 泰坦除外 但是看起来泰坦也没有什么动静 那主播来调整一下积分版的 对位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红色方的发条是选择带了腐败药水出门 不对啊 这不是萨米尔那是妮可 不忘记了 赞助双爸爸调出来了 赶紧调一下 可以 赶紧的 这不能忘好吧 这不能忘 不然人累了 可以 看一下双方的打野基本上都是苏三的开这一波打完之后上下交换野区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是这个人马的话 那下路趁这个红色方下路二元组六集之前可以搞一步 但是红色方下路非常积极啊 非常经验十足 先是早早的再喝到处空好的视野 诶 这边是选择一勾勾到了 哇 那直立要逼啥 寒冰住手 对 呃 因为包括寒冰这个版本改动嘛 这三级界的W都是七次剑 七次到八次 到三级W才能到达像以前的九次剑 但其下来上是没有减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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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九头想要抓是能刷到吗 感觉伤害不是很多的样子 而且人马这个时候已经赶到了 嗯 而且这波奥恩并没有打算跟来的样子 这一手蓝色方的泰坦一拳 诶 这边又是野区相遇了双部的这个人马 能不能追的砍掉这个九头 但是好像被减速了 还能追吗 中单是有限权的 啊 剩也是打开 主要是这一手泰坦 刚想说没说完啊 这个泰坦这一手选出来 洛就没法主动去开了 W过去就被直接钉在原地了 很尴尬 然后这个嘲讽也是好嘲讽 但是这一波感觉上路两个凶贵打不起来呀 哦 这边是颠起来了 但剩这个位置马上W好了 已经好了 我对着砍你 我还配合我的不灭之窝 加一波嘲讽 能带走吗 有Q吗 应该是单杀了 哦 这波是 啊 这波又是常识勾到 那想一下 不讲道理啊 这个英雄 一套伤害直接半球 那这一波就可以看到蓝色拿到蓝色 闪现加闪现 是的 就回到我们赛前分界的一个点啊 就是红色帮战绕好 但是蓝色帮伤害高 对蓝色其实还是蛮多一些 是的 哎 这又尝试一个勾到了助手 好 那直接是跟蓝色帮战绕的伤害 在这里 这一场卡了 你拿你走 还想抗吗 别别别 其实蓝色帮战绕15的伤害 不够多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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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抬了吗 本来也只是想打一波消耗 没想到串脸的阿斯 主要是韩定助手 刮不动这个泰坦 哎 这一波 圣很熟练啊 去顶这一波 知道这一波兵线 我我人 我人多 我人多 我还能走一波草草 奥恩看得出来 对圣的对线 不是非常的了解 圣在前期 在奥恩的关系 是有的伤害 在无论奥恩任何伤害手段 都不会 所以 看得出来 好 这边是直接一个大招 但是好像碰到了 接着跟另外一个大招 是直接 不讲道理啊 现在还接了一个大招 哇 这八条也太难受死 在自己的塔下 所以看得出来 这对线也配合得还蛮好的 刚才一波 就是八条大招的情况下 我已经 杀了一次 王卡能poss一下吗 啊 这边我们看到 弹幕里 弹幕里去了 就放光脸啊 双方 因为 因为王卡 蓝色方卡了 啊 我是不是应该 建一下这个游戏 因为 他卡这个 有机会 啊 你先建一下游戏的印吧 可以 那还是回到刚才比赛的问题啊 因为圣这个英雄 最近其实还好 最近还能上一下比赛场 就是在之前有一段时间 相当于长的一段时间里吧 感觉圣这个英雄都被遗忘了 因为主流的上单 基本上剑魔呀 恶语啊 啊 对 就那些上单太 就是 风采过剩 导致人们好像 遗忘了圣这个英雄 但其实圣这个英雄 配合Q的伤害 其实是非常高 所以现在其实是非常 只是说 在遇到 纪念版本 比较强势的一个上单的时候 都不会养过 所以在圣的方面 就会 什么游戏就不会很高 啊 感觉好像这个英雄 就是爆发没有那么高 是的 但其实还是 它的 毕竟在这个比赛里 包括支援也好 包括本身的伤害也好 都是不容小觑的 对我们来说 还是个比较露出的英雄 是的 那现在 这一条小红 应该是蓝色帮拿上去 是的 是的 其实对蓝色帮的钱 主要是一口这个英雄 他不出现 而且有限权 一直有限权 这一条 在控制方面没有得到 这一条 可能是 可能是 对蓝色帮这样的发应 很瘦 那中单的一点 可能在 25到30分钟之前 一点不过有大的作用 主要刚才那一波 被在自己的塔下 被杀了 确实太少了 就凸脸没办法 就是蓝色帮这个阵容就是凸脸 而且 正确实 如果中路发挥不出来的话 如果下路也得开得可 但是下路现在抓住的也是一个烈子 比 三米拉的蓝色 相比 一支 五刀差的感觉 所以 看起来 已经有个怪 的 哎 Nico这边是直接发现 应该是要收掉了这个 搜索 还可以 那这一波发条想来支援的话 应该也是要交代大家 这红buff黏住 虽然自己给 哎 这个E是没有1到,但是还是最后继的这个 追动啊,A死 还是看一下6级的话,这个下路 康康小龙康的那个团战导致 但是,其实目前为止比赛到了这个8分钟这个时间节点的话 双方尽力差在4K,还可以 还可以接触,还是有这个翻盘的余地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锅 甚至直接扛着兵线我跟你打,但是 奥安是跟着A不过他,但这个时候 9红的也去被抓了 这中野双人组织那么好,视野一发现9红的 是 就非常典型的,感觉像是回到了上个赛季啊 就解放中路,拿线拳,就推线,然后中野双游 非常典型的 不讲道理的下场 这个配合也非常好 太反勾中了 我也直接闪现 现在又配合闪现 R闪 看出来这一锅 就是这些水平 主要前期 寒边没有利用手长的优势压制住的话 那基本上就 不太好打了 是啊 那现在看起来的问题就是 同方怎么活的这个位置神奇 主要是寒边没打 寒边有打,刚才还能打一打 对 所以接下来的龙团只能够倒六 这又也不打 可以,闪现冰闪现 诶,这能拉回来吗 但是没有扛塔 哇 还要被 还有没有Q 不敢,不敢 可以 就是冰川增图吗 哈哈哈哈 你看有冰川增图也打不中 所以有没有都没区别 不是就是我意思是如果 他出的是那个 类似电行啊或者是 呃 灰星的话刚才那波可能要杀了 这就是冰川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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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红光的 这个 这个圣的 天线的把握 就每一波冰线把握 上个E的这个时间 掌握得太好了 人马是要 人马要被蓝BUFF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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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这应该是掉线了 还是 还是恼羞成呢 哈哈哈 生气了 OK 这边是 好,你应该是掉线了 那人马这波 被蓝BUFF打死的话 刷野节奏断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呃,还好吧 也还好吧 你看 九筒反了个六鸟 待会还要反个石头人 可能至少能让红光稍微缓一口气 看一下双方现在应该是已经连回来了 但是这一波就算是让九筒去缓一波缓一口气的话 但是感觉现在这个位置九筒没有地方去 就除非等 呃,红色方的下路双方组到达六级 他可能去下路去搞一波 但是抓不好的话 这个萨米拉这个英雄肥起来是可以一位五的 如果没有对上限制的话 挺难的 现在不知道该去哪一路 而且其实别看现在红方是版本强势这种 他要求一个基础的基本功和他对线上的一个能力要足够 因为像寒冰,像发条这种,他融化的能力非常强 那现在红火在对线直律律的情况下 本来强势的阵容也发挥不出来一路 主要是九筒现在不管去哪里都有上这个大招 他这个大招不放的话 你就很难,诶,这一波有没有遇到 诶,这有没有机会啊 直接大招炸回来,Niko直接放大 但这一波Niko有没有金山 没有 还是刚才的问题 这个圣,诶,这个圣的大招太恶心 九筒去哪都被限制 而且九筒在出装上也没有进行足够的 像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 十一波Niko在打开的控制的队 而如果在十一到十二分钟之间 抽出来的蓝水应该也高的话 他的作用是非常强 他可能考虑到中单没起来 刚才这一场比赛 是的,没起来 那这一波他们的伤害的话 哇,这三波要直接被冲练了 那若是直接选择 IC是选择交错的闪现 这一场是一波没有够到 那这一波小龙就没了呀 这边奥恩是想回城,但是回不去呀 哎,这边又是被一个嘲讽到 这个圣的边线处理是真好 直接是选择开WA死了 是的 他选择出了水鞋 然后接着出了走多时 然后接着出了走多时 然后奥恩 对显然对射能 对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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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董这个位置 被蓝色方侦查到了上路 镜头没有给到了 长手这波线 等一下 这波线也是伤手 但是人马在后面绕后 这一波是要跃的呀 有了 甚至还没有大招 哦,想了 打回城 射马 不打算回城 这个调谴没有到了 可以可以 有机会了 哦这是妮桶 可以 给我整蒙了 作为解说来说 这场地图 主要他小地图的那个icon 也是 也是变的 久董这个装备 我等你了 想想说什么是个声音 我只能够达到4级的装满 所以他能够达到4级的 奥兰先处理了 出现背心 这本8条是打算出是天使吗 应该是的 那在 大猎势大逆兴的情况下 大猎势可能发育的话也不出来 可能还是怕凸脸吧 但是我感觉有这个 有上下野这三个英雄存在 其实凸他脸的几率不太大 而且凸了你有这么一个盾 我觉得在没有队友的保护下 基本也是 所以发展自身 虽然现在是个机缘的时代 但是如果在自身对战水平 没有那么自信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选择带护盾的 如果刚才有护盾的话 其实能就发展好多数 下路 这寒冰出手现在不成好过了呀 这个装备差距有点大了 已经领先一个半大剑了 但捕刀辣的有点多 下路先锋马上就要刷新了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这蓝色锋已经不讲道理呀 这四个人开始抱团入侵了 对 对 对 的确 抱团入侵 因为这样的场 什么也都是 你看 九屯可 八八的 八级 是吧 都打不到 东西都给人马和中路打 然后上路剩押了对面上单两斤 而且塔还没掉 这波中路塔马上就要被磨掉了 而且这个九筒可能要在野区跟人马相遇了 人马已经侦测到了九筒在打石头人 这边上路马上要爆发一波团战 看一下 哇 这个 善何人马已经不讲道理了 这原本应该是一个 看站位应该是红色帮包围了蓝色帮的一个阵型 啊 善不讲道理 直接 干脚 是不是 善是直接选择在塔下 我扛着塔跟你硬上 善是直接选择在塔下 善这波还能躺一下塔 oto 善这波还能躺一下 现在是拼出了九筒和奥尔的闪先 儿子 诶 两个闪先 血盔 小心 打入到九筒 他现在是万能奥蓝 他没什么 这里是 准备 看见他 这波发条焦的闪现还是死的 我刚想说现在如果说红四方有什么机会的话 除非就是利用地形特别是小龙 这个这波小团的话利用地形其实可以打一打 但是发条这波没闪 就直接就直接是已经死了 那这波团参加不了了 甚至没有机会去拿的 而且 甚至还有大 可以啊 莫名也是老辅助的 这都是只有辅助才 我还猜到了 天啊 哇 你 你 可以 看这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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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也就知道是老虎子了 老出手了 看这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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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的时候是一个万年老C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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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C吗 我什么时候C过 别搞了 哈 哈 哈 你看一下这边 蓝色方式选择 直接想抱团 冲这个Om 我冲了你呢 怎么说 这边红色方式已经意识到 那奥恩的配置有点尴尬 明显需要拿 上罐子 挺硬的 这波的话 奥恩的血量不是很健康 要我说要上 赶紧早点上 但这个时候 伞米把被扣到了 诶 有机会 我就说不凶 一旦吃了这些 就会尬住 可以 这波战位是谁拿到了这个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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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Niko的招,这就是ADC吗? Niko已经被骗到炸了,只剩几滴血,我真受不了 酒桶想出金身,看这个出装,裸金身 可能就是人头滚起来了,而且本身他有杀人戒,而且本身他打的是一个ADC 这就是ADC吗?S12我们会更好的,兄弟们 在座有没有打AD的兄弟们,我们一定不要气雷,我们S12会更强的 好,现在比赛来到20分钟,大龙已经耍鞋能在场了,我们就当时没有视野 Niko选择直接在这个位置,是想强拆下路卡吗? 应该是直接选择下路卡 你再把特装滚起来,等下Niko这一波要送吗? 可以了 Niko选择3血1,被8条一个大招收掉 Niko这套出装还是没有什么爆发,没秒掉 刚才Niko选择下路卡 还拿到了赏金啊,这样子 南方现在还有能够往,就是 南方现在打的比较不管 多不可以利用他每个人大刀的币子才拿到一个大招 我说这个 这个发条怎么出了一个炙天使再加一个金身啊 被抓怕了 但其实你怎么说呢 你想出肉AP的那一套 我觉得完全就已经足够了 你有支金石或者金山出一件 然后你真的想不拍被秒的话 你出那套肉AP的那一套 我觉得都足够了 现在这两件装备叠在一起的话 没输出啊 特别是大 啊是 是的 如果拿到火龙魂的话 对蓝方的爆发能力又会 上这个位置是逼了一个 发条的TP 逼发 这一波把红色帮都困住了呀 那这算我才给 是的 是的 我觉得视野是一方面嘛 因为你本身优势视野的扩张来说的话 更加简单一些 但是其实我觉得蓝色帮这把最好的是他整体的指挥以及这个对内的合作运营啊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 像这个啊 在什么时间段啊 每一个位置该出现在这个每个英雄该出现在什么位置啊 去打牵制也好啊或者说去抱团也好或者去抓人也好 我觉得蓝色帮这个队内的协调做的已经是非常成熟的 那这一波比赛来到23分钟啊 双方在12k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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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调也好 就关键点能不能定到这个红色帮的C位 大概 而且是现在来看 如果早点有错的话 这个红色帮C位 特别是他的阶段 这个人 转件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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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 的话呢 哈哈哈 阵容摆在这 红色帮阵容还是好 还是好 是 是 哎呦 这波好痛啊 发条接生也没按出来 可能卡吧 我记得刚才是 发条说他的 网络不错 群里面说S12也第一次小剑 然后S11也第一次小剑 S11已经没有机会了 兄弟们 哈哈哈 S11是刺客的天下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结束了 对 S12好吧 S12 S12 听说这个人马 看得出来人马 我不认识 这应该是 今天参加的新的战略 我在之前的 比赛都没有看到 人马这一波决策 确实都非常不错 可以 可以 S11倒地了 身边这个双C倒地 但是人马站起来了 还有没有机会 甚至 选择 想嘲讽 逼出了一个闪现 这波有机会 一波高地 其实你本来 他应该是 他可能没有想到 自己就 一下子融化了 其实恐慌的伤害 也开始起来了 不能说 夏天还能 起来 虽然韩冰伤害 还是有点缺 可怜的二十个星星 只有一箭 淘汰 太可怜了 发条 有这样一个软件 应该是 不见的 这边是 迫不得已 给发条 打了一箭 金身 这个装备 这边就选择 过发水平剑 一下子就变到了 加上配合自己的减速 能不能追上这个神 是吗 太可怜了 你哪怕是个面具呢 我觉得 就算出不起帽子 哪怕是个面具 我觉得都比金身的 是 爱希被迫第二箭出黄插吗 我觉得现在不是暴不暴击 攻不攻速的问题了呀 对的 对的 我们毕竟我们电竞 根本就是 对吧 Rookie never give up 这边是直接逼出了 凹凹的闪现 但反手这个 太大想勾没有勾到 这一波 从这方能够守下来 看这一波 条是有天使 有金身的 有没有机会的 这波 哇 九筒这一波大 但是伤害差距还是有点 看这一波 赶紧太大了 等下 发球活下来了吗 没有 没有 被我奶死了 最低了 谢谢 好 那么恭喜 哈哈哈 好 快 要 北韩围莫军 莫军 这一把的陷位 那我们来恭喜来再来过一下金主爸爸 爱钻研注冲游戏体验的极客 努力为用户打造最熟识的产品 感谢GNC国际暑期学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GNC国际暑期学校是9年来备受留学生喜爱追捕的老台属校 GNC合作大学在中国各地开设北美本科课程 北美教授来华代理KO杀手课 五周修完三文课 学问轻松松转学位 省一半还能提早一年毕业 课后超丰富的线上线下交友活动 文能画画 陶艺 烘焙 做工艺 武能嗨趴 燕镜 打球 光密室 来GNC编完 编修学分吧 GNC国际暑期学校学分项目 超过300所北美大学认可 来GNC修北美学分 早毕业 省学费 好的 谢谢以上金主爸爸们 那么我们是 我看到群体是等一下还有比 好像还有一场比赛吧 好像每周十点还有比赛 那么我们观众朋友们暂时不要走开 我们稍息休息 马上回来 好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好的 谢谢大家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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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时间晚上六点钟 记得大家要及时观看哦